補充成 市長秒是立法院上會 下次你還要不要再開 這樣考試你還要不要來立法院 工業法院保險法院要不要再修 我們還是要面對同樣問題 秒是立法院被列為不歡迎人物 就是你永遠不要來 國際民黨執政時候 執政經紀委主委兼行政院副院長 叫林醫師 林信毅 林信毅當初執政經委主委的時候 一環很多次傳 什麼打擊魔鬼什麼 陳文謙他們 國務黨搞很多次傳 早餐會晚餐會午餐會 天天把我們的部位所長全部叫去 不是很祈禱 然後叫去記者就 就帶著然後就修理 高度政治鬥爭 所以我後來告訴林副院長說算了 我跟國務黨學商 國務黨只要繼續這樣幹的話 他以後所有邀請你都不要去 會正式會都不要去 會員會再來 會員會再來 林務院長就從此不去了 國務黨在什麼 在審查當四年度的 幹年度的中央政總預算 今天會預算的時候 把今天會主委列為不歡迎人物 列為不歡迎人物的時候 當時林信毅還對我有點抱怨說 怎麼可以協商當他表情 國務黨要強行表情沒有辦法 我說反了一句話 他把他列為不歡迎人物 你永遠不來立法院 全中國民國內 只有你最舒服 而不要在那邊立法院 我自己這個情形的時候 你要這個人很可惡 你這個市長就不用不用來 你不歡迎人物可以啊 就要把部長的張宇森找來 為什麼今天張宇森不來了 這個是這樣嘛 但是這個東西 他代表整個考試院來了 也不是他一個人的事情 至於民國政府委員剛才講的 考試院組織法 民國八二幾年 立法院民黨執政的時候曾經做結議 國務黨曾經做結議 考試院組織還要修人數益金錢 這個東西為什麼要修道理致民嘛 那今天我們也有提議是修法 我們就在這裡好好修 大家合格言順都沒有關係 你要開公聽會可以 今天只要沒有結論 下次開公聽會再來審查一次也可以 所以在這裡 不要只要三位之民行護航之實 這很重要 我們當你所有委員不要批批 你們黨邊的指揮都無效的 你們黨邊都頭腦壞掉了 你不要去另外黨邊指揮 今天民眾從這 公務人員這些保險 三十年以上刪掉的話 我們會得罪公務人員 想要怪招 把它背骨三位掉算了 這個紀憲法 這是一個紀憲法 這是紀憲法 或是你們臨時在那邊起議的 因為廖政行為 我相當體會你台灣地區選民的結果 我們都很體會 沒有關係 你就直接說 我贊成啊 不可以散啊 我聽這公務人員啊 都說不可以散也沒關係 大家扶植嘛 大家扶植 沒有關係 我是覺得是這樣 立法院本來就是論證的地方 對吧 你這個 你這個 今天這兩個議題看起來 雖然很小 這是一個改革精神的一個出發點啊 連這個東西 保險法 公務人員保險法 十一條都沒有辦法修的話 訪問 訪問陳聰 要只有改革 高考試驗的時候改革 官院長已經在影響過 折騎要降到百分之七十了 大家要開始面對 只有馬英九在回避 陳聰 陳聰 江議員法都在回避 但是這樣能拖得久嗎 這拖是對國民黨不好了 國民黨要改革 才有一線之機啊 我們更樂意感到 國民黨一直腐敗下去 所以 我在這宜眾心想 大家和我講 不要散會 以後來審查法案 今天大於討論也沒關係 不要進入主條也可以 我們這樣改革 今天大於討論不要進入主條 這樣就好了嘛 我們再開個工作 也可以啊 大家在面對嘛 對嗎 你再痛傷害怕嗎 無盡大再討論什麼 要不要搞這一套呢 這是非極其不理訓的行為啊 好好 好好 好 好